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讲义4-1 176页 定容气体温度计 那这就是给吕萨克的定律 在定容的情况下 则压力跟体积成正比 那今天这个装置 是在27度一大气压底下 还没有加热的时候 两个水银面的很高 然后将P的高度固定 再加热至某一温度 QP的高度差为19 QP是指这个水银的管子的高度 那如果固定P的高度 意思就是定容的意思 因为P它和旁边的这个烧瓶 它是有连通的 P和旁边的烧瓶是有连通的 所以如果固定P的高度 代表这个黄色的这些部分 它的体积就是固定下来 那固定下来就可以使用 我们的给吕萨克的定律 P1比P2就会等于T1比T2 那题目说后来的高度差是19 所以后来的压力比原来多了19水银柱 那各位知道一大气压是几水银柱吗 一个大气压是76公分的水银柱 这样就可以算了 所以一开始是76公分的水银柱 后来呢 后来是76公分 再加上19的公分的水银柱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19以外 它还是有大气压 还是有大气压 所以是76加19 那等到右边一开始是27度 27度就是要加上273 换成绝对温标 加起来是300 那除以T2就是我们要求的 所以这样算起来呢 T2就会是300 去乘上四分之五 因为这个76可以除以19 就是4 所以算起来是375 OK 那375k就会等于273 再加多少度呢 度C呢 就是102度C 好就这样子